謝謝 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 然後我有看到前面的大家桌上都有麥克風 而且我想我們有無限慢是可以傳麥克風 所以待會大家隨時想問我任何問題 或現在大家隨時想問我任何問題就可以拒售 而拒售就可以直接發言 不過當然我們都知道說 我這樣講的話就能拒售的機率就很低 但是沒關係我們有另外一個方法 所以如果你有帶手機的話 你可以掃這個QR Code 如果掃不到的話 也可以手動輸入slido.com slido.com 然後再輸入10190 請後不用輸入 不管你是用掃QR Code的方法 或是用slido.com 輸入10190的方法 你就可以到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那匿名的好處就是說 反正就是大家在網設計 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想要什麼 就可以問什麼 事實上的題目就叫 Ask Audrey anything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要怎麼樣知道說 大家想要聽我回答什麼問題 那就是要靠大家來按讚 那按讚的數量越高 越會浮到最上面 那所以在這個前提底下 我們在接下來的大概100分鐘左右裡面 我們就會盡可能來回答所有大家 所聽出來的問題 所以假設大家都掃到QR Code 不用再等 好 那最新的問題會跑 再待會兒就是螢幕的右下角 那所以如果大家自己有什麼想要追問的話 也可以就是PO最新的想法上來 那有時候在右下角會自己開始聊天 或者是說常常做一些程序動議 像說了氣太冷 氣不夠了 光線太強 光線不夠強等等 這些都是正常 能不能用發揮 我不用放在線上 那我會盡可能在時間裡面回答到全部的問題 因為考慮到目前已經有30個了 大概是不太可能 但是我每一個都會看過 那但是如果就是 竟然30個都已經回答完 而且有沒有新的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會提早結束 不過從來沒有提早結束過 這一次也不會提早結束 那所以以上就是我們的時間和空間的規則 但是再次強調舉手發揮的優先順序 包括螢幕上面的 所以如果有什麼就是覺得非會不可能的問題的話 還是非常鼓勵大家舉手 好那以上應該都OK嗎 如果 SoundCloud QR Code 沒有辦法輸入問題 你可以就是歡迎 我是跟他講這個正常能量系統 就是在吃正常 對那就是歡迎就是 請左營用聲的朋友幫你輸入問題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那我如果不回答這個 就是蕭俊教授加布什先生的 施法經的問題 我想大家 可能是在一個比較緊張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我就回答一下好了 我用的是這個 綠塘生機的施法經 好那我們就正式開始了 那有21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對 我會提供的 legalization of recreational marijuana and why 我們看各國的例子大概都是先開放醫療用 然後再開放娛樂用 沒有聽說過說醫療用的都沒有開放 像我們其實要跳到娛樂用去的 那所以我想台灣也是一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如果你要往這個方向去倡飲的話 比較好的一個方式是往醫療用的方式去倡飲 像大麻二分啊 就是作為成分的話 其實它也並不是什麼完治藥品 所以其實是一個醫師 我同意你的倡言 然後他就去填一些一個什麼特定藥物專案核准的申請單 事實上就算你是民眾 也可以用藥物藥品贈品管理辦法 那你就可以直接進一些這個CPD進來 這些都是合法的 那就是在這個對你的疾病的環節有幫助的進行下 那為什麼這個這麼重要 是因為這是讓大家有點翻轉 就是對大麻素的疾病印象的唯一的一個方法 如果不是讓大家在一般的社會上面都了解到說 比如在環節疼痛啊 或者其他的寒冰上面 比如說還非這個不可 那其實你很難去證成這個東西的必要性 那所以我們看各國去做類似這位朋友的倡議的朋友 大概都是選這個路徑啦 那也讓我們很高興的是說 也有朋友們善用我們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就是Joint.gov.t 不是Joint Joint這些大麻 那Joint.gov.tw的這個平台 那進來之後呢 你如果去搜尋就是開放這個一切應用 就是包含娛樂的大麻和法華 那個也有人提案 但是沒有到五千人 好像八百多人 那但是另外一個就是開放醫療用的 一下子就要五千人 可見這個的社會正常信息比較足夠 那衛福部也在今年五月有非常詳細的去講說 他們看各國的立法力啊等等 他們覺得怎麼樣子的路徑是比較合適的 所以我是覺得就像這個婚姻品權嘛對不對 很難就是一下子一步到尾 還是讓我覺得結婚不結音啊 途過神就過啊 什麼之類的一些階段性的做法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 像善用這樣的中英平台的話 每一次都可以推進一些 推進一些之後 你引進一些 大家都覺得沒有什麼問題的也要用的 然後整個社會對這個又更了解一些之後 你又可以再推進一些 又可以再推進一些 就是我對這個題目的看法 那有一個臨時動員 你看這個非常棒 臨時動員就是要這樣用喔 問說可不可以大聲一點 當然可以啊 那我就現在開始就大聲一點喔 有十九位朋友們問說 想要請問我們對台灣的教育改革 有什麼建議以及什麼看法 那當然我在加入內閣之前 就是2016年10月之前 我本來的有一份工作是 12年國家科法會的委員 所以其實我對這個建議 也好看法也好 大概都是在去年上路的新課綱 裡面已經融入了 那新課綱大家可能知道 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不是在有老師有標準答案 不是像以前那種知識型的 這種教育 而是要改成所謂的素養性嘛 那素養的教育的意思就是說 每一個人自己找到 自己關心的研究方向 在自己關心研究方向裡面 老師其實只是比你 早一點來學這件事情的 另外一個同學而已 那這個情況下 你就可以不需要 像以前那樣子 好像在一條這個起跑線上面 去跟其他人做 那種沒有意義的個人 跟個人之間的競爭 反而是一起大家 來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叫做透過互動 拿到共好 那這個是新的一個教育方向 那所以我是覺得 這部分是參考了我們實驗教育界 大概十年或以上的各種各樣子的 五花八門的實驗也不一定都成功 很多實在就是沒有很成功 但是在台灣這邊有成功的很多都是 剛剛講到的自發 互動共好等等這些素養 作為培養一個終身學習者 而不是一個考試機器 那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已經獲得了社會上 滿大的一個採納跟共識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真的進入了主要教育 那接下來國教的部分改革完之後 當然就輪到高教了 那我們現在的 我自己的一個想法是 我們在做成年國教訓課的時候 是希望說如果高中念完三年的話 不管你讀的是技術高中 綜合還是普通高中 大概就不要去念大學比較好 那除非是你真的有想到 有一個研究的題目 或者是覺得學術的社群真的對你有幫助 那不然的話 我們是希望說你18歲就可以 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了 那大家可能也知道這個是 蔡英文總統精選第一任的政見之一 就是那個處去照顧那個專案 但是後來發現說很多人來報名 但是實際要執行的時候 很多人就退訂了 結果就不完了 那但是我們仔細去問為什麼 但是這些18歲的朋友都說是家長反對 那我們再請他們去問為什麼家長反對 家長也說不出為什麼反對 總之就是覺得好像念個大學才對 那這個感覺我是很難體會 因為我連高中都沒有念過 那但是就是現在還是有一些人有這樣子的看法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 讓就是新科高所成長的這一批年輕人 能夠去證明說他們到了18歲的時候 真的可以為自己做出 那但是我們也會在立法院 就是等到立法院真的能夠通過法案的時候 能夠來討論一下說 比方18歲就有完整的公民權 除了投票權能量要受限之外 其他的部分都是18歲就可以成年 可以做出自己的決定 等於是說重新去定義我們可以 所謂出社會的這樣子一個年紀 那當然也有一些大學的朋友會問說 那這樣高教就是本來少子女化 就已經很嚴重了 這樣子這個是不是會更嚴重 但是我不覺得是這樣 因為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講 我在出社會就是所謂創業等等 一兩年之後 我就發現說 我還是會需要大學的一些養分 會需要跟大家一起來討論一些事情 所以我事後就是回去大學的次數 一定是不止一次 所以探題來講 就是說你可能18歲畢業 然後不管去創業 或者是就業當事工等等 之後過了兩三年再回大學 然後再出來 然後再回來 然後再出來 這樣子在一輩子裡面的大學 會有一個比較好的 互相支援的一種關係 那所以我不覺得說 這個會對少子女化 對於大學的壓力 會進一步加深這個壓力 所以我想這是 接下來對於高教團 不是像以前那樣 好像現行的就是念完高中 一定要念大學 而是按照自己想要解決的那個問題 需要這個學術社群的協助的時候 再回到大學來跟老師 就也是一個比較平起平坐的一個關係 有24位朋友們問說 對外方言的時候 看起來總是溫和 而且有條理 可以分享有負面情緒 如何生氣或者悲傷又完好的時候 如何處理或者自我照顧 那當然我是很清晨的這個睡覺的教徒 所以就是我每次只要感覺到就是很不舒服很悲傷什麼 那我就是去睡覺 那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那大家可能知道說我在工作的時候其實主要是在夢裡面工作 我在醒著的時候其實都是就是娛樂吧 好比想說現在就是去看大家各種不同的想法 提大家各種不同的問題 但其實很少去一下什麼判斷 那真正需要想一個新的創意 或者是要做一個判斷的時候 大概都是帶著這些想法 然後就睡著 然後睡了八小時 通常也不會特別播鬧鐘 然後就醒來 那自然醒來之後 然後你就會浮現一些新的想法 那如果這個問題真的很複雜很困難的話 那就要加班了 就要睡到九個小時 那九個小時通常是最長的 但是我前一陣子有去看一個電影叫做Tenet 中文好像算成天哪 那我看的時候是完全沒有去下什麼判斷 我就是去感受它沒有去理解它 但是看完之後就睡了十個小時 就是我最近有記憶睡了最久的一次 然後一醒來之後 這個豁然開朗 什麼都看懂了 所以現在來講 就是說 把大部分的 就是在白天的這些不舒服的感覺 不要自己加強它 那也不要覺得說 好像你非得再睡前吧 這就一定要不可 因為那樣的話 這個時間壓力反而 會用這個不舒服的感覺去加強 那我會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會先去 如果真的看到 讓我很不舒服的一些言論等等 那我就會先去泡一杯 我從來沒有喝過的味道的飲料 因為它是新的 那所以我只要睡後 就會寫到長期記憶裡面 所以這個是一個叫做精神按摩的一個方法 就好像每一次這個不舒服的這些言論 按摩到一個痛點吧 那我就慢慢地把這個痛點按摩開 我就不會覺得說 好像下一次再碰到同一個地方 我就會不舒服 那所以大概就是透過這樣子一些 比較類似認知行為之類的這樣一個方法 那確保有睡夠 如果沒有睡夠的話 就是調了那杯茶再幫都沒有用 因為醒來的時候那個長期記憶是沒有這個形成的 所以大概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自我照顧 有24位朋友們問說是一位漂亮的瑞瑞 問說這不只是匿名 還可以取各種創意的比例 這個問題比較長 你在40歲的時候 抽學品也在家自學 那我們想要知道說 你等於脫離國版社會教育明節 更有機會去發揮自己的習慣 如果你是誰知識 幫你請聽聲明明是他或是經常 但如果對於其他部門學校教育的學生 你覺得怎麼樣特質的人 他能夠去出學自學呢 我們好 很棒一個題目 我覺得現在自學不需要錯學 我當年為什麼需要錯學才能自學 是因為當年並沒有實驗教育三方 也沒有公辦名或者是一些機構 或在家自學的學校 那更沒有像這邊這麼好的場地 據說也要提供實驗教育使用 當時都是沒有的 那所以我在當時唯一的辦法 就是想辦法去說服 我的國中的校長都會比校長 然後跟他說 我現在在網路上面 用自主的方式學習 我真的學得比在國中多 那校長之前激勵我說 我一定要讀得好的高中啊 好的大學啊 畢業啊 才能夠去跟我喜歡的那些國外的教授 去擔任他的研究助理啊等等 但是這些國外的教授 現在都直接會我email 因為他不知道我才14歲嘛 那所以我們就看起來 就都是平起平坐 就可以一起做研究 那所以校長看了這個email之後 他就說 好了那你明天就不用來學校了 那教育局那邊我會幫你擋著啊 所謂什麼叫擋著呢 就是偽造公文書啊 就是我其實沒有去 他就假裝說我去 不過現在追溯期已經過了喔 所以我就可以講這件事情 所以當時就是最接近一個公民不服從 對這樣一個方式啊 那也不只有杜惠平校長啊 其實像當時打高爾夫球那一位曾亞尼嘛 曾亞尼嘛曾亞尼國手的校長啊 有很多人嘛 有一位下圍棋的 都是這樣子 那所以 當然在當年就是好像是非此禁閉嘛 你不是輟學 自學 那你就是必須要乖乖帶在體制裡面 除非你碰到一個就是非常創新敢於承擔的校長 但是在我之後啊 就不是這樣子 我之後就開始慢慢出現公民營 在家自學 機構自學等等的這些合法的方式 所以其實已經不再需要輟學 你學籍如果是在國小國中 你可以就直接掛在某所學校 那高中真的沒有學校給你掛 你也可以掛在教育局喔 那你只要寫得出就是一套就是自學的想法 甚至現在你還可以繼續去使用學校裡的資源 那只是每個禮拜可能兩天三天看你的搭配啦 用自己所想要的方式來進行學習 這些都OK喔 那所以我覺得現在不是什麼樣的特質的人 現在是說 只要你覺得你想要用一種新的方式 而我們的學校的課法會 還沒有辦法照顧到你的這種學習的方式 那現在在新課通過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去跟你的學校的課法會講 那有的時候還說不定一講就OK了 他也就是有一個很棒的校長 像我當年校長一樣 願意用校定的選修 加深加廣等等的方式 讓你就可以搭配一下 你就可以在體制裡面 但是是用你自己想要的方法學習 但是即使談判破裂 那你也有一個最佳的備選方案 就是你就寫一個學習計劃到你的自學審議會裡面 然後你學技還掛在學校 但是你就可以用自己想要的方法去學習 那所以其實只要有這個自發的能力 那我覺得有自己寫出自己的一套學習計劃的能力 那大概現在就可以申請自學 而且不用像我當年一樣 除非校長支持每天都要罰錢 就是強迫入學條例 現在也沒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並不是鼓勵大家載學 我是鼓勵大家自學 因為現在自學已經不需要載學了 有一個程序動議問說可不可以跟我拍照 那我們是不是有安排大合照的時間嗎 這個程序要有大合照的時間 那所以我就盡量準時的結束 然後我會坐到這邊來 然後可能反向這樣子大合照一下 大概就只能就是到站 那有28位朋友們問說對岸江藍陽的第一印象 這個問就問對了 因為我真的是第一次來 那我在來這邊的路上 一面還在跟韓國去視訊 然後呢韓國呢他們那邊 本來是不抱什麼指望 因為覺得說就是移動的很快 然後又有隧道 然後又就是一路開到這邊來 怎麼可能這個視訊品質不錯呢 但是呢我就除了在隧道裡面 要從台灣拿切換到中華電信之外 其他這個這兩家的5G都相當的穩 然後也都沒有就是聘質也都很低 也都沒有掉風包的情況 那所以我就跟韓國的指示朋友 有非常好的對談 而且他都透過車窗 也看到我們藍陽的這個樣子 雖然就是今天能見度有限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我就介紹了說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就是5G技術的一個很好的應用 也就是說我們不需要各自關在房間裡面 我們也可以享有這種好像低延遲 就是我只要稍微點個頭 他們就看到我點個頭 有一種好像共同在同一個現場的 這樣子一種感覺 所以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網路真的很快 而且低延遲 而且品質很低 而且沒有掉風包 那而且也可以讓韓國的朋友 來看到我們這邊的風景 那我沒有什麼別的電影印象 因為都專心在開國幾回 有20位朋友們問說 這次的美國大選 假如川普落選 台灣的國際地位 會不會又降回冰點 應該是不至於吧 因為我們在 尤其亞太或現在要叫印太 印太這個地區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不管是台灣也好 澳洲也好 紐西蘭也好 我們都在這一年裡面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些 middle power 就是中型的力量的這些防疫的 怎樣講什麼模範 模範 自己好像覺得很誇張 但anyway 就是防疫上面有一些貢獻的這些地方 那我們在印太這位地區的 國際地位的成長 絕大部分是靠著我們 有這麼一個條模式 就是不需要犧牲經濟跟人權跟民主 我們也可以照顧到公共衛生 那只要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不只在國內會受到大家的支持 好比像說像 Jason Donald Arden 就最近連任 那個票數非常的高 而且也能夠去得到 國際夥伴的尊敬 那在這裡面 當然我們是感謝這個 美國國務院也幫了不少忙 那但是我覺得主要還是大家 就是所謂2400萬人的防疫國家隊 大家要自己努力的這個結果 所以我不覺得說哪一個特定的 美國的總統候選人當選 就會好像貶低我們在印太 尤其在印太這片我們台灣model的這個角色 所以我是相當樂觀的 有group4的朋友們 二十二位朋友們想問說 請問給大四個學生準備出社會 應該做什麼準備比較好 那我如果說就這個修學會不會很奇怪 但是就是我具體的建議就是 越早出社會越好 那所以不一定要修學 修學可能太drastic 可能是參加一些就是 不管是Ustart那是創業 USRC大學社會責任 那或者是任何其他讓你在學的時候 就可以趕快協助社會的這種program 越多越好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現在每一個行業都在相當劇烈的變化之中 那大家在現在這個年紀的一個好處 就是各位 各位老理並沒有什麼非得怎麼樣做事情不可的那種成見 那所以我們要講數位轉型 永續轉型 各種這樣的轉型 基本上就是靠大家來給這個新的方向 那然後呢 老一輩的朋友呢 來提供資源 來提供能量 那但是如果你就是 沒有即早的養成這種跨時代溝通的這種習慣 就是所謂的出社會的話 那也很容易變成是說 當你真正出社會的時候 你比較不知道說要怎麼樣子去贏得各種不同的世代 去扭轉他們對於某些特定事情的印象的那種能力 所以我是覺得說 越早開始組織起來 越早開始跟社會溝通 像我們在就是剛剛講的眾運平台裡面 有一個聯署非常快就成案的就是去說珍珠奶茶這些東西 尤其內容的時候 不應該用塑膠一次性的餐具 那這位這個當時我還不知道他叫王璇如 只知道他叫我愛大象大象愛我的這位提案人 一瞬間就有五千多人響應 那我面對面的時候才知道說 他當時才高中一年級 那而且這是他的高中的公民作業 就是老師直接說你可不可以發起一個社會運動 再開始一個眾運平台的聯署 當作你的公民科的作業 那但是這個真的很有效啊 就是不管是線上那個叫什麼不素之客 塑膠的素 或者是其他一些環團去幫他宣傳 那他真的就是加速了環保署的這個 就是逐漸金融一次性餐具的這個政策的推展 那王璇如現在才19歲吧 也已經是我們就是行政院的台方政府的委員會 就是國家行動方案委員會的委員了 所以就是說你越早開始參與社會 你越知道怎麼樣跟不同世代人員溝通 像當時那個金融塑膠吸管那一次 我們就去邀了實際在做這些一次性餐具的廠商來 那很多都已經可能60歲或以上了 那他們就主張說其實在他們還是 王璇如那個年紀的時候 他們也是社會企業 為什麼 因為當時是B型肝炎在台灣很流行很嚴重 所以他們是投入這個免洗餐具來防止肝炎在人群中間 他們也是有社會使命 只是說因為現在肝炎就是吃一顆藥就好了 其實已經沒有這種必要了 所以他們也在想要怎麼樣子的轉型 甚至用固坦的永續的循環的這些材料來製作 那所以就發現說其實我們乍看起來可能是 如果只是看這個聯署案的話 會覺得會不會威脅到既得利益者等等 但是其實沒有所謂的既得利益者拒絕工業這種事 他其實需要說你指引他一個新的一個方向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練習 越早開始越好 有24位朋友們問說 比值XY加X-2Y-0 那Y'是多少 不過Y'沒有在這邊出現過 所以我事實上Y'是多少都可以 非常感謝這位朋友 那有21位朋友問說 想知道有關資訊戰的方面是如何 或者阻止其他國家或者是駭客來入侵政府系統 非常簡單 就是去拔掉網路線 確實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做資訊 是做Information Technology 但是做一些工程 這些系統 它在工程控制上面是Operation Technology 就是OT 那當然所謂的IoT 就是把一些OT的部分 也可以把它連起來 所謂的物聯網 但是這一部分是沒有連到網際網路的 所以我剛剛並不是就是完全開玩笑 就是這是所謂的防禦的縱深 就是說我們去確保說 一個面對就是網際網路的這樣子一個系統 好比像說中油的會員卡系統 跟他們的Operation的系統 就是實際在煉油 在提煉 在管工廠的那個系統 這兩個中間是完全沒有任何 網際網路也好 內網也好 任何東西把它們連在一起的 所以 當你攻打到這一層的時候 這邊是可以去復原 那但是 就算海客到了這邊 他也不太可能再往內去打到OT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防禦的縱深 我想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任何新的系統出現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先做一個 我們叫就是Penetration Testing 就是滲透測試 就是去找一些白帽駭客來實際攻擊看看 然後看有沒有可能找到什麼漏洞 那不管是我們自己在行政院裡面 加了一個叫Sandstorm的系統 或者是在沙輪的那個自駕車的實驗場 那或者是 我剛剛看到也有一些朋友想要關心的 就是說一聲的視野證等等 都會有這種小規模測試 然後去懸賞 看大家找不找到問題的這樣子一個階段 那在這個階段裡面 就算找到問題 它的風險是比較可以控制的 而且大家也比較了解這個系統的各種層面 那我們未來在應用的時候 就是把我們都已經知道 大概不太會有問題的這些系統加以組合 而不是說忽然之間有一個新的狀況 就趕快寫到新的資料搜集的系統 後面這種就很容易出狀況 那前面這種就比較不容易出狀況 所以就是養成這種防患於未然 然後跟白帽駭客保持良好的關係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不然的話你們就跑到黑帽那邊去 所以就是我們要確保說 你當一個白帽駭客不但社會尊敬你 而且也有相當好的收入 有二十位朋友們問說 在網路上面發表個人政治觀點 如何保障自己不被 例如像香港國安法的條例 危害個人安全 以及保障言論自由 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發布你的言論的網路 是在一個友善的網路 好比像說你是在我們現在這邊 來發表的話 其實這個網路本身就會保障你 不太可能被跨境執法 但是如果你在一個有敵意的網路的話 好比像說在訪貨長城裡面的話 其實你根本不需要發表什麼個人政治觀點 你只要登入 人家都可以幫你發表一些你的個人政治觀點 因為如果是一個有敵意的網路的話 它基本上可以完全捏造一些你從來沒有講過的話 那甚至是就是合成一些你道歉的這個影片 什麼之類的 這些都是做得出來也事實上有發生過的一些事情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想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的人身安全 那如果你真的必須要去跟在牆內的朋友通信等等的話 那我覺得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確保說它真的是有所謂的 端點到端點加密 那如果沒有用一個真正的端點到端點加密的方式 去進行通訊的話 那你就可以假設說中間的每一步都會 直接被超路於分副分 而且會被篡改或者至少有篡改的可能性 那當然現在狀況就是 就是有一點更不好就是說 當然在新疆但是也包含很多其他PRC的地方 慢慢這種端點到端點加密的東西 變成慢慢不合法了 那這個確實是值得關注憂心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在那些區域的話 我目前就只能建議說那就不要去 因為去的話 目前沒有合法的方式保障 就是大民旅同學的一種自由 確實是如此 有21位朋友們問說 目前大環境的趨勢是電子化 是不是有可能把選舉的投票電子化 這種是想法或者計畫 來提高公民參與的意願 跟降低的選舉成本 其實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現在碰到的一個挑戰 就是說在台灣我們的 紙本投票的公信力是高過 絕大部分其他運用紙本投票的國家 那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很獨特的 唱票的一個文化 我們在唱票的時候 不但是一張一張拿出來唱票 而且在監票員觀眾席 可以有各種不同黨派的自願 來監票的朋友 不管是穿雲件的朋友 或者是鷹眼部隊的朋友 在我們上次就是總統大選開票的時候 都用這種專業的youtuber的那種 就是還有自己計票的那種app 來確定說每一個唱票的片刻 都被很多人這個看得很清楚 那你可以想一下說在電子投票的情況下 要怎麼樣子重現剛剛那種 非常公開計票的那種公信力 其實是不容易的 你要每一個陣營都有密碼學家 然後這個密碼學家還得說服所有情人 說我們用的這個密碼演算法是做得到的 或許嘉義士真的可以做得到這個程度 但是在此之前我們都要面對說 電子投票它的公信力 可以移招公信的那個能力 比我們這個開票的儀式要來的弱的這件事情 但是我也不是反對運用一些電子的一些技巧 比如說不一定是投票而是計票 因為如果要講說降低選舉成本的話 之前我們在上次公投的時候 最大的成本其實是在那個開票的 就是工作的人員 因為就是公投的題目非常多嘛 他們要唱非常的久 很多還到了半夜 那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不減低他們的負擔的話 還有沒有人願意當選務人員 可能都是問題 那所以這個時候當然一部分我們現在是把公投大選 公投大選拆開 那二方面以我的理解 中選會也有在演你說 話比像說像是不是可以用電子計票 也就是說投票還是值本的 那是計票的時候就可以像點超級 或者是答案卡 或怎麼樣的方式 而且你電子計票有個好處 這些值本都還在嘛 所以你不管是抽樣檢查 或者是說要求重新計票等等 那反正就是最多就是用人再去點一次 而且因為那個計票的機器 它不會連到網際網路 所以比較沒有被自然上面攻擊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等於是算是在 就是純值本投票值本機票 跟就是完全電子投票電子計票中間的一個中間點 那所以以我的理解電子計票 還有就是電子連署 這兩件事情是在公投法裡面是授權 我們本來中選會就可以來試著辦理的事情 事實上電子連署不是可以辦理 是盡快辦理 那所以中選會以我的理解 應該是在他們其實系統都寫好 現在就是在做自然的測試 所以應該是在最晚最晚明年吧 應該就可以推出像電子連署的系統 那電子計票也有理解 他們也有在進行這個研究案 那同樣的就是當大家在公投的場景 裡面已經習慣了這些技術之後 我們整個社會就可以再來討論說 那我們是不是在選舉的場景裡面 也要來應用哪些部分的這些技術 或者是說大家在公投場景用完之後 覺得實在是覺得心裡不是很安心 那這樣的話 自然我們也不會去用到選舉的這個場景 所以同樣的這是一個選舉 漸進的狀態 那有23位朋友問說 首先謝謝唐公對台灣的貢獻 也謝謝你對這個防疫的貢獻 那想問一下要如何提高社會大眾 對於國家的認同 跟國家的共識 那我是Anarchus 你問我這個國家認同就問錯了 那我覺得國家是一個有用的幻覺 但是就是一個幻覺而已 那因為現在絕大部分的問題 像剛剛講到的防疫 或者是剛剛講到的線上的資訊站等等 或者是氣候變遷等等 其實他們都有個共同的特色 覺得他們不太管國界的 就是我想不管是病毒生物 或者是病毒這個線上 都不是很管說你到底是哪一個主權國家 事實上就是西法力量國家系統 對於這種超國境的這種題目 那國家是一個就是偶爾用一下的一個 但是不是一個特別好用的一個抽象策 那但是當然就是說 這不是整個否定掉國家 我只是否定掉國家裡面 國的部分 家的部分還是蠻好的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大家是可以有一種就是同舊一命 共同體的一種意識 不是說好像只有到20歲 有投票權的公民 這個國家 國的公民我們才照顧 而是大家知道在防疫的時候 就是任何有健保牌門 就幾乎全部的居民 那或者是說任何就是 就是來這邊的 不管是回國的 或者是來這邊 有什麼必要的商務工作 等等的朋友們 我們都疑慮的覺得說 我們就是要給他們同舊程度的保護 因為如果沒有保護好這些人 那同樣也是沒有保護好我們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種就是共患難的這種 比較像是就是天下一家 或至少這個同舟共濟的 這樣子一種意識 我覺得是蠻好的 那要怎麼樣子提高呢 就是去看到各種各樣子 會威脅到 不管是我們這一代 像這個疫情 或者是威脅到我們的後代 也好比像說氣候變遷 那這種大的結構性的題目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比較不會花時間去 就是去分這個 你群我群什麼東西的 而是說去看到說 如果你排除掉一群人的話 那群人就會變成 不管是防疫的也好 或者是氣候變遷也好 或者其他東西也好 那這個我們也是我們跟國際組織 好比像是WHO一直在倡議的 就是不是說好像是台灣需要WHO 而是WHO需要台灣 為什麼因為台灣Can't Help 我們可以去共享我們這邊 所釋出來的一些模式 一些解決方案等等 那這個Message也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外交 一個主要的Message 就是重點不是說西法利亞 體系上面的主權 而是說我們看到的 解決全世界規模等級的問題的 一些解決方案 那你如果不讓我們這個 就是上桌的話 那是你的損失 不是我們的損失 那這是目前我們的外交上面 我覺得特別有用的一個做法 就是台灣Can't Help 這也是挺高 就是大家彼此凝聚出來的公司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法 而且還不會陷入那個WHO的體系裡面 有24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唐鳳 對於現場戴口罩為數不多的情形 有何看法 台灣是不是真的安全 覺得什麼時候可以開放出國 因為淡江大學 南洋校園 需要出國留學一年 我覺得在現場 就是大家都有目測這個社交距離的能力 所以我是覺得說 尤其像前幾拍 我覺得還做得蠻開的 所以不太能就不太把 只要就是確保必要 就是交流接人咳嗽等等 那就是說 我覺得大家都是都是常人了嘛 都可以負責自己的身體健康 那但是就是如果 就是比較密集的空間裡面的話 那當然還是戴上比較好 所以我現在都是隨時就是放在 觸手科技的地方 那只要有人進入我這個 就是一共吃的範圍裡面 我就馬上戴上了 所以我覺得養成這個習慣比較重要了 那還有就是戴口罩 如果不用肥皂或酒精洗手的話 是沒有用的 大家可能也知道 所以養成良好的手部清潔習慣 至少可能戴口罩是非常重要 那覺得是不是真的安全了呢 當然就是目前應該僅次於南極吧 那南極還是比較安全一點點 南極還是真的安全 我們就是接近真的安全而已 那覺得什麼時候可以開放出國 其實重點倒不只是就是出國 我們這邊開不開放 也要看對面那一邊覺得我們這邊的狀況怎麼樣 所以我是覺得還是要看疫苗的這個時程 那現在好像大家都是說明年第一劑 那我覺得明年第一劑的時候 當然疫苗的那個量會比較有限嘛 最多好像一千萬劑的話 那就是有出國需要的人 那也不一定完全能夠公費啊 可能要自費 那但是之後到第二劑第三劑 我們國產的這邊就是跟上了之後 那慢慢就會變成一個買放市場 那就比較可以想像是公費的情況 所以還是看你多迫切的需要出國啦 不過在這段時間裡面我們也看到說 很多人都發現說透過5G也好 透過光線也好 其實看得還比較清楚 因為你面對面要戴口罩 所以見面三分琴是已經倒扣到兩分琴的程度 那但是如果你是用光線或5G的話 可以兩分琴 視訊兩分琴慢慢往前推到2.5、2.6分琴 所以其實真的不一定要出國 那因為尤其現在我調時差調得非常慢 所以我就是覺得說今年這個我的生活平址大幅提高 因為以前都要就是隨時都要調時差 但是現在就比較沒有調時差的問題 所以我是不確定出國留學一年的這個會什麼時候解禁 但是通常就是如果你的留學國跟我們這邊都有疫苗的話 那解禁就比較容易 所以大概希望明天第一季 那最晚應該是第二季吧 有24位朋友們問說 對於疫情的持續影響 可不可以給觀光性的學生一點建議 當然可以 這個最近沖繩的朋友問我說 那對沖繩有什麼建議 那我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趁這段時間把沖繩好玩的部分 甚至包含這個浮潛沈水啊 什麼藍洞啊什麼之類的 全部都去做360的建模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 你就算沒有去沖繩 你只要帶上VR 或者現在有XR XR Space 你都可以有一種勝利其境的這種感覺 那台灣是已經很超前部署了 因為我們知道觀光局之前推那個幾兩山脈 旅遊年嘛 那本來很高的山就算沒有疫情 那就不是大家都可以上去 所以他們就已經有累積一些VR的素材 那文化圖也有跟科技部合作 去做台灣的數位模型庫 可能欣賞一些朋友知道 那就是把一些歷史建物 這個再就是碰到火災 沒有不是都會碰到龍仔 但是就是在大幅度的改變之前啊 都用無人機去進行掃面 然後讓大家能夠去充分運用 他做這個創作的素材 那所以這些都是 你人不需要到 但是你就可以很具體的去跟當地的朋友 進行一些互動一些方式 尤其在一些比較知識性的這些活動上面 甚至你把它改成全線上舉辦 還是不會檢測 就是大家對於這個知識的活動的 就是參與啊 好像我們在WHA的前幾天 就自己在衛福部的大會議室裡面 辦了14個國家跟經濟體的 WHA類似會前會吧 那但是因為平寬就是相當充足 連線也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大家都覺得就是相當的有收穫 而且還因此看到一些自身的衛生官員的 家裡面的量子啊 或者是他的小孩啊 我們的聲音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大家會有一種 好像天涯若比林的 這樣子一種感覺啊 所以就是試著去規劃出這種 混合式的身上跟身下的共同體驗 那我覺得現在是很好的時候 因為在以前都還需要分享昂貴的器材 但是現在大概就是用手機 這個等級的器材都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具體的建議就是去了解到 co-presence 就是大家共同在場 在未來場景裡面要怎麼樣去安排 有一位天空國霄跟24位朋友 想要問說 請問中國打過來我該怎麼辦嗎 那就是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因為這個問題實際上沒有什麼 太具體的場景嘛 就是所謂的打過來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是說是運用一些這個網路上面 剛剛講到的一些資安上面的做法嗎 還是用kinetics 用就是實際物理的一些做法呢 那是完全只是空軍在那邊騷擾呢 那還是事實上就是 我們就可以透過衛星看到兩棲部隊在集結 就是你還是要有一個想定 有一個想定才能夠去回應這樣子的一個想定 所以在實際某一個想定出現之前 我想不需要就是太過就是害怕各種各樣不同的想定 而是說就是去了解它 去了解說在每一個不同的想定裡面 有哪些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像最近因為大家知道全民國防 突然直接從一個很冷門的話題 不知道為什麼又變成一個很熱門的話題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國防部在最近幾年 不管用透過漫畫的方式 還是透過一些就是線上的一些資源等等 其實都有把就是各種不同的想定出現的時候 可以做什麼有一些分享 那所以也很歡迎大家去看國防部相關的一些資訊 當然也可以寫信給Wino 那有23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當年我參加過這個太陽花學運 而參與後大部分的參與者被社會歸納成為絕青 那請問我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 以及對於絕青這個詞的定義是怎麼樣 我想首先絕青如果是說就是有睡覺才醒來的話 那應該沒有問題吧 對但是不是睡眠不足的青年 那但是我想在太陽花運動的時候 當時很多朋友會去強調說 其實並不是都是只是青年了 當時在佔領的那個會場裡面 確實是青年尤其是大學生居多 但是其實在會場外面大概有20個不同的NGO 每一個討論就是CSSDA 就是服務貿易協議 裡面那個NGO所關係的部分 好比像說老權啊 好比像說人權啊 好比像說有些NGO在討論說 那這個華為也好其他的這個4G的產品 如果去進入我們的電信業的話 會有什麼樣子的後果啊等等 那這些在主持的朋友 或甚至是就是公投盟的朋友 那應該就是非常資深的青年 那就是大概都是70歲左右 那資深青年 所以我們的意思說 那本來就是一場跨世代的一個討論跟運動 不是特別只有青年才覺醒 而是大家都是有很長的 可以在一段時間關注每一個人自己關注的題目 但是當時就好像蜜蜂獸粉一樣 就是任何人去那個相當非暴力的一個 類似像夜市一樣的場景 就可以從一個攤位聽到另外一個攤位 那或者是就是像大廠話那種 就是各個攤位都會合在一起 等等這樣的情況 那然後一起去具體討論說 CSSDA到底對於我們會有什麼樣子的一種影響 所以我覺得就是如果是說 大家對於這個影響有所察覺 我是覺得很好 那但是是不是都是青年 或是不是甚至主要是青年 那就未必是如此 所以我是不會覺得說 好像只有青年才會覺醒 或是這個老人都在睡 我完全沒有這個想法 那事實上我在擔任社會政委 然後我的辦公室 就是人海洛洛杉磯9號 是我的專業實驗中心 當時我剛進出辦公室的時候 我就看到說他後面有一個牌子 是行政院的青創基地 就是青年創業的基地 那我就看到有一些五六十歲 其實他剛好在他生命中 這個黃金生鬥時的那個年紀 就是他已經就是很有智慧 而且身體也很好 而且不管是早一點退休 或者是正在想要第二次創業 那他其實是最有創業能力的 但是他一走進社長重新 看到就是青創基地 然後就掉頭就走 因為他覺得這個就是被discriminate 遭到歧視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樣子是很可惜的 所以立刻就把他名字就 那個牌子就拆掉 就換成新創基地 那然後線上的青創圓魔王 也改成新創圓魔王 甚至當時的青創總會 現在也改名叫新創總會 所以就是說不分任何年齡 大家只要有覺察到一些事情 願意分享出來 那你都就是社會的創新者 所以我會覺得有覺察到的是一件好事 那至於青年他可能就比較是一種心態吧 任何的年齡應該都可以覺醒 然後都可以去分享你所看到的事情 有二三二四位朋友們問說 被采訪這麼多次 有沒有什麼問題或者是議題 覺得值得拿來討論 但是卻都沒有被詢問到 有的話那你對這個議題 或者問題的想法是什麼 那我覺得我有一個想要討論的議題 是最近的討論比較沒有討論到的 就是說說的話過程往往伴 所以是個人資訊濫用的避害 那但是最大的恐懼來自於政府可能的濫用 所以就是到底有沒有方法去看說 在數位化政府的過程裡面 認為就是大家對於政府可能會去濫權的這個政策 能夠也超前部署 就是不是只是靠著政府去罰那些沒有好好的使用 就是大家個人資料的企業也好 和外的公司也好 而是如果政府自己做了一些就是不太妙的事情也好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能夠確保大家都可以知道 那我覺得這個問的人最近好像沒有 所以很高興有人問了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拿來討論一下 那這裡面大概分成兩個角度 一個角度是說大部分的就是朋友可能都知道說 如果你在網路上面不管是跟就是政府的國營事業也好 或者是跟民營的朋友也好 買了一個東西的話 那網購理論上就是你收到之後 在7天之內如果不喜歡的話 應該是要可以退貨的 那有一些線上的商場 甚至說14天或15天也是讓你退貨的 所以如果他在線上 不管他是國營事業還是民營的 他寫了說只要你在這邊打購 你就放棄掉7天的這個賤賞期的權利 那其實打這個勾是無效的 跟你沒有打這個勾是一樣的 因為他是不可以用合約來預先拋棄的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就是有人這個 因為這樣的關係起了一些爭議等等 那你就可以打電話給消保官 我們有消保處 那如果有一個大企業或者是國營事業 有系統性的做這件事情 然後達成一個好像不公平競爭的 那在消保處消保會上面 那當然還有所謂的獨立機關公平會 來看就是違反市場秩序的一些事情 那這些我先確認一下 就知道就是你7天這個退貨是你的基本權利 而且就是不能用合約欲為拋棄 而且如果發生事情的話 你還有人可以找 知道這件事情可以先舉個手嗎 所以大概有二分之一是覺醒的朋友 那另外二分之一也知道了 那我想問另外一個 因為這個是關於個資的問題 就是不管是政府也好 或者是企業也好 如果他搜集了你的個人資料 你隨時都可以去要求他給你一份副本 就是到底我有哪些個人資料在你手上 要求更新 或者那個目的如果消滅了 你可以要求刪除 而且這個也不能夠因為合約的要求 我覺得你拿了一個勾就拋棄掉 這個是各自法規定的你的基本的權益 而且碰到了這樣子的 就是如果有人就是不願意提供的話 你還有一個申訴的管道 那知道怎麼做這件事情的人 就跟剛剛那個7天一樣 可以舉個手嗎 一 個人 兩個 三個 好 對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就是同樣的就是消費者保護跟個人資料保護 其實都是法 都是法位階的東西 但是 就是 一般人知道的程度 願意使用的程度 然後以及就是左營右舍 或者是青棚保護曾經用過的這個程度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當然在這裡面就有很多個解釋的方法 我自己覺得有一個解釋的方法是說 因為大家想到消保就會知道有消保官 就是有一些專門的人來去看 就算是政府 這個覺得就是我們在年底之前這個不適用那個定型化 什麼契約 什麼領券 什麼東西 然後所以就發了三倍券 後來7天也發了一個一模一樣的 我們都可以看到就是消保處的朋友們 或者是之前的消保委員們就出來說話說 對啦你是沒有不合法 不過要記得你到明年1月1號還這樣做就違法了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就是大家比較相信 因為他們是比較獨立的外部委員 或者像公平會那完全是一個就是獨立的機關嘛 那又或者是像說我們現在看到就是這些定型契約等等 我們自己也會知道說 那之前不讓我們退貨或甚至跟我們詐騙等等 我們應該有一些申訴一些管道 因為他們都有一個組織法 就是說這個組織就是專門處理這樣子的事件 但是在各自法裡面是沒有的 各自法指出各自法的法律的解釋是法務部 現在變成國法會了 那但是它的執行的機關就是去enforce 去確保說它如果不讓你行使這些基本各自權益的話 那誰來幫這些就是受到侵害的朋友們主張 那事實上如果你詳細去看各自法的話 只會看到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所以等於沒有講就是就是不管你碰到誰 那就是它的主管機關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當然就是對大部分人來講 我不太知道說我應該去找誰 而如果又是這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自己在侵害各自或隱私的話 那你去跟他訴願 然後他自己去罰自己的機率幾乎是零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當然長期下來就會造成說 就是大家心裡會有一個不安心的感覺 那所以我的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會在年底之前嗎 這個已經不是建議因為訴願長已經公開講 我們會在年底之前去送一批阻改的法案 那在這裡面就有一部分 會是就是數位的專策機關嘛 大家可能都已經看到了 那數位專策機關呢 我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如果我們接下來有一個各自保護會 那這個就基於就是我們數位專策機關 就有點像是運安會至於交通部 那運安會大家知道它的主委或者它的預算 都不是由交通部長決定的 它是一個相當三級機關的一個獨立機關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如果發生情形 其實交通部的疏失的話 那運安會的委員是可以去進行調查 那在調查過程裡面呢 當然就是它可以去問各種各樣不同的朋友 但是最後公佈的時候 大家不會覺得說 把交通部不可能自己來糾正自己 因為他們是一個就是獨立的機關的委員嘛 那所以我想我們的各自專策機關 如果也能夠尋找同樣的方法來做到的話 而且尤其是它一開始處理的幾個案子 尤其是我們現在還在防疫的過程裡面 大家對於防疫的過程裡面 運用大家的個人資料等等 其實都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想法 那如果各自會就是用這樣子的過程 因為我們並沒有宣布指揮狀態嘛 所以所有做的事情都不需要 要以這個就是法律的授權為基礎 那它也可以去做出就是未來可以怎麼樣更好的等等 這些建議的話 那我覺得大家的就是信任就比較會集中在各自會 而不是會覺得說好像政府做什麼都對 或做什麼都不對的這樣子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各自會的成立對於這件事情是蠻重要的 而且也非常感謝這位朋友提到這樣子的問題 淡藍參謹壽想要詢問 假如我的政治不夠了解 接受的資訊主要都是來自主流媒體帶的風向 卻仍然被鼓勵去投票 這樣還算是民主價值的實踐嗎 台灣又有多少人跟我一樣呢 當然首先 如果你就是被鼓勵不去投票的話 那就就是更沒救吧 就如果就是你看的主流媒體 都是要你不要去投票的話 那我們就連最基本的就是 如果政治人物做的哪裡不好的話 他應該要給出一個交代 如果他不願意給出交代的話 那他就很可能會面臨選票的這個制裁 這件事情都沒有辦法做到 那這個已經是最最基本的 在這個上面當然有非常多別的可以做 但是最基本的代議政治原理 這個還是要靠投票來達成嘛 那所以我想最主要的還是說 你去投票至少你在去投票的路上 也許可以會去想一想說 那我到底要投誰為什麼 但是如果你去被鼓勵不去投票 甚至去找 就是你的親朋好說 你們也不用去投票嗎 投票沒有辦法改變什麼的嗎 那就連這個機會都沒有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被鼓勵去投票 無論如何 不管你的資訊來源是什麼 無論如何都比被鼓勵不去投票 要來的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主流媒體也有非常多不同的風向 並不是所有的主流媒體都是同一個風向的 所以如果你多看一些主流媒體 尤其是風向相反的一些主流媒體的話 那就比較容易形成自己的判斷 如果你看單一的主流媒體 而且覺得別的主流媒體 跟它方向相反的 連連看都看不下去的話 那樣子的話才有可能 比較是真的被帶風向 因為等於在腦裡 沒有辦法去容忍相反的觀點嘛 但是如果任何事情在腦裡 可以容忍相反的觀點 就算這兩個相反觀點都是主流媒體給你的 那這個也是創造跟平坦思考的一個很好的來源 所以並不一定主流媒體都是不好的 只是說要均衡飲食 就是確保說就是各種不同的角度 大概都要看到 有20位朋友問說 對於中央新聞官台有什麼看法 對於這些紅媒有什麼看法 我們應該沒有一家叫做中央新聞 那然後NCC當然是一個獨立機關 那所以我在行政院院本故事 不能夠對獨立機關有什麼看法 這樣子才是對的 未來的個字會成立 應該要是這樣子才對 那至於就是對於 所謂的紅媒有什麼樣子的看法 我是覺得大家都知道有這樣子的事情存在 那我們就比較不會好像就是 明明是state propaganda 就是人家付錢的這種宣傳 我們卻把它當作是好像新聞工作一樣的看待 反過來講 如果真的是做了新聞工作 但是調查出來的結果 確實是對特定的別的政權 看起來是對他們有利的 那也不是說完全就是疑人廢言 他如果做出來這樣子的結果 確實證明說 那人家就沒有做 大家都覺得人家有做的事情 那這樣子我覺得這也是我們要去了解到 調查報導它的過程是怎麼做 以及這個調查報導對我們還是有貢獻 所以我是覺得只要就是 紅媒分成紅跟媒的兩個部分 他們網媒的這個部分就是 網新聞工作的部分 只要做得越多越紮實 那它的就是報導的內容是怎麼樣子 我覺得就是大家可以來討論的 但是如果是完全沒有查證 然後完全就是在網路上面匿名的 隨便貼一片 然後一瞬間就變成所謂的新聞 那當然就是如果主張的時候 我在0.2秒裡面就完成了新聞查證的程序 那當然這個就不是媒體工作了 事實上就純粹是帶風向而已 那那樣子的話 如果要去NCC要說 那這不是媒體工作 不是新聞工作的話 那這個問題其實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想一切還是取缺於這些新聞工作者 本身是怎麼樣做 以及怎麼樣子想他們的工作 有20多位朋友們問說 是不是應該要買iPhone 12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自己是不用iPhone的原因是因為 首先我用iPad 然後那個螢幕比較大 但是比較認真的就是說 我發現說如果我用的電子設備 它主要的互動或唯一的互動方式是觸控螢幕的話 我就很容易對它上映 那但是我如果用iPad 好像我主要是用這支筆 或者是用這個鍵盤 或者是說我的手機 就是我的手機 就是主要用的是一支筆 我真的沒有手葉配 我只是要拿這個筆出來給大家看 對 好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就比較不會有上映的情況 因為我不會覺得它是我的身體的一部分 或者甚至是我的身體的延伸 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 對 那所以在iPhone最後有出一支筆之前 我大概是不會去買iPhone 不過這是我個人的這個狀況 也許不像我那麼容易對觸控螢幕上映 那要不要買就完全是你自己的決定 那有二十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我說可以盡早出社會 那我想請問現在台灣到職場 真的沒有那麼重視學歷了嗎 這個完全要看你在求學的過程之中 有做出多少作品 如果你在面試的時候 你就直接問面試官說 欸有沒有聽過盟點啊 他說欸有聽過啊 我小孩就是拿這個來學中文啊 或者是學台語啊等等 然後我就說盟點就是我做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學歷是怎麼樣都一點都不重要 因為我們就有很多具體的作品可以來談 那但是如果你在就是學習的過程裡面 像剛剛講的參與社會的這種做法 你沒有花很多時間去 以至於說你在面試的時候很難提出一個 就算他沒有用過也至少聽過 那種作品的話 那這種情況下 當然學歷又會變成他的一個fallback 所以我是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別人拿來拿學歷的時間 你可以拿來創作 那只要你的創作有足夠大的社會價值 或至少有足夠多人認為他未來可能有社會價值 好不像如果你面試你的朋友 有參加過你的群眾募資 那就算還沒有做出來 他也對你的社會使命啊 你的觀點啊等等 一定已經有一些想法了 那這個情況下 你跟他就是一個比較平起平坐的關係 可以說是雙向的面試 而比較不會變成好像只是被學歷所決定 那當然不是每一個領域 大家在十幾歲的時候都那麼容易創造作品 給所有的人看到 但是隨著數位就是頻寬越來越寬 也越來越多的作品是可以數位化的 所以長期來講我覺得還是會 學歷會越來越變成直式 如果你沒有作品級的話 那我們也參考一下吧 這樣子的一種訊號 有20位朋友們問說是什麼因素 讓我下定決心做手術改變自己 因為其實最主要因素就是我很懶惰 那所以就是我做的唯一的手術 就是雷射除毛的手術 那因為我本來的就是刀骨頭濃度就已經滿低的 所以本來就不太會長鬍子 那但是也多少還是長了一些 那因為刮鬍子很麻煩 那所以後來我就下定決心去做雷射除毛手術 那也不太會痛 然後過了幾次之後 我就每天都省了不少時間 那所以只是單純的懶惰而已 並不是要推薦大家去使用 我真的沒有介意美國業配 有18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數位身份證的資安疑慮 那這裡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就是 各自有沒有專責級 這我們剛剛討論過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到底是不是大家都會記得自己的資產品 這個密碼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大家可能有聽說過 數位身份證就是目前的光學資本的這個身份證 跟自然的憑證它可以二卡合一 但是重點實在可以 就是你也可以不要二卡合一 如果到明年1月就是我們開始在 好像不包括以來 澎湖跟新竹跟新北市的幾個地方 小規模的試幻發的時候 如果你不希望用自然憑證 你就不要夠自然憑證 像我在緩發的時候 我就會拿兩張 一張是身份證的部分 那一張是自然憑證的部分 為什麼是因為我會覺得說 人別確認就是 authentication 跟相當於簽名就是 authorization 這是兩個不同的用法 那這兩個我不想要合在同一張卡裡面 但是也許有一些朋友覺得說 他一定是可以記住那個 因為自然憑證接下來就是要八碼以上的密碼 所以他一定可以記住那個八碼以上的密碼 而且不會隨便告訴別人 所以也不會說身份證被人拿去 然後就幫你簽了什麼東西 這個情況 那這樣的話當然我就推薦 你可以試著二卡合一 因為這樣的話 就不會每年五月都找不到自然憑證的那個情況 所以就是說完全是up in 那如果最後你決定不想要拿自然憑證 你完全還是留著身份證 只是做了身份識別用 那你也可以就是勾第三個選項 根本就不要去拿自然憑證 尤其是如果你覺得八碼密碼 原來記不住的話 那所以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去挑 他到底要兩卡分開拿兩卡合一 還是乾脆就不要自然憑證 所以這個的自然疑慮 會出現是當緊當我們讓 還沒有準備好用自然憑證的朋友 過早的取得了自然憑證 而且就是傻傻的就 就是把密碼給了別人或怎麼樣 那這個情況確實會出現自然的疑慮 所以我們在就是明年一月到六月吧 的這個示範發起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除了賞心獵人啊 這個深度測試之外 就是去確保說大家都知道 有些新的社會常規 好比像說 在新的身份證裡面 根本背面沒有什麼資訊 所以以後大家要證分成正反面民本 就要改成正面民本 因為現在是正面有一些資訊 反面有一些資訊 反面有可能父母的名字 對不對 配偶的名字 但是還是會顯示有沒有配偶 因為有很多朋友覺得這個很重要 但無論如何就是這會其中在正面 所以如果以後有人要贏本的話 就給正面就可以了 那就像不會有人要你的信用卡的反面 反面贏本一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 信用卡的反面的數字說給出去了 別人就會幫你刷卡 那所以大家就要養成這個新的社會 那只要大家越落實這個新的社會常規 那大概自然語率就會越少 那這部分也是要靠大家一起來參與吧 那但是我想最主要就是自然品證的這個二卡合一 以前是以為說會強制啊 會怎麼樣 現在都沒有這個問題 現在就算你從頭到尾是要用紙本 就算你領到數位身分識別證之後 去把那個晶片塗黑 用那個不透明膠帶把那個讀取碼黏起來 或者是說把它消磁 放到微波爐還是怎麼樣 那個我們如果去看那個 其實我不知道放微波爐會怎麼樣 但是這個就是在內政部的那個 就是法規預告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說這個就還是一張身分證 不能因為說你不讓別人去用晶片 或者其他方式去讀取機器讀取 它就喪失它身分證明的效力 事實上裡面所有的儲存的這些資訊 你都可以用自然的方式印出來 然後有點像戶籍成本那樣 然後配合這張光學的就是身分證的正面的部分 這還是一張優效的身分證 我們不會強制就是不願意被機器讀取的朋友 去被機器讀取 那這個也是我覺得就是蠻確定的一件事情 那也歡迎到眾議平台上面來看 就是內政部隊這件事情的一個法規 那有18位朋友們問說如果學歷不好的話要怎麼補救 那學歷不好的話就不要補救 學歷不好的話就去創作 就去用作品級來定義自己 都是這樣子的 有18位朋友們問說對於蔡政府開放這個美豬美牛政策 有什麼意見 美牛是應該不是蔡政府開放的 那這個牛已經開放很久了 對那美豬的部分當然是新的 那我最近就是一直去立法院 然後一直都什麼事都不能做 就是因為就要一直在立法院聽就是各種不同的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 那我目前還在聽這些看法 還沒有形成一個什麼意見 但是聽起來就是大家有一個共同能夠接受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到最後開放的幅度到哪裡 那大家都不希望說好像這個溯源變成沒有辦法做 大家都希望能夠就是像十安五環啊 恩張EQ啊等等這種方式去確保說就是所見即所得 不會說好像完全沒有辦法去追溯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好一件事情 因為在以前這個題目抗爭的時候 是比較少人提這樣子的解決方案的 但是現在可能因為就是數位轉型的關係 或者是恩張EQ推了這一陣子 大家發現說雖然一開始看起來都拿很麻煩 也會讓這個營養午餐的這個就是專責人員 有額外的這個負擔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想出一些方法去 盡可能在就是整個運送啊等等的環節裡面 去讓機器對機械的方式自動產生這些足跡的話 那麼到最後其實不一定那麼困難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願意往這個方向想 已經是蠻創新的 而且比起之前就是就是完全零和的那個方式 我覺得已經有進步了 那如果這部分之後有什麼 決定法院做成具體的決議的話 那技術上面如果我可以幫忙的話 那就像計算碳足跡啊 計算就是我們每次消費的行為 它是從哪裡來的 會造成怎麼樣的社會跟環境影像 這個都是我非常願意幫忙的部分 有一個時間的管理大師問說這個 我有沒有想問大家的問題 還好耶還好沒有沒有特別想問大家的問題 剛剛我已經問了說大家對於七天的那個退貨 然後以及對於各自的就是請求副本刪除更新等等權利的意見 然後已經有做過一個意見調查了 所以目前這個課題已經滿了 我沒有什麼覺得還一定要問大家的問題 有是幫各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我一整天的時間是怎麼樣的規劃 這非常簡單 大概就是早上七點到九點是留給外交部 北美跟拉美斯 就是北美南美的朋友 然後晚上大概五點到七點 是非洲跟歐洲的朋友 目前大概一天有四個小時 就是去跟大家互動 好比像說我在這項演講完之後 一個多小時的一回到台北 那馬上就要去參加歐洲的某個參議院 還是哪裡的一個聽證會吧 那所以現在因為大家對台灣的模式都非常的好奇 那但是我是絕對不會因為他們很好奇 我就熬夜了 那所以我就是每天就是畫了四個小時出來 那專門就是交給我們外交部去進行規劃 那在中間的時間 那當然就是因為我是三個工作的項目 開放政府 就是像大家有五千個人連署 那我們就來試著協調 找出各部會中間的一些價值 那會社會創新 那會像青年參與 所以其實任何 不管大學也好 中學小學等等 只要有具體的 覺得想要參與社會的一些想法 比如像剛剛Slide上 非常多這種想法 那我都非常願意來這邊跟人家互動 所以可以說是完全機動型的 我在哪裡工作都算工作 只有禮拜四比較特別 禮拜四因為我開行政院院會 跟科技匯報的周會 所以主要還是在 就是Building裡面 那除此之外 基本上我在哪裡上班 都算做事上班 那到就是晚上七點過後 大概就是會去把Email回完 那Email如果回不完的話 那至少就是會把Email分類到說 哪些是可以交給別人回比較好 然後就全部都forward出去 那但是總之它的目的就是說 在睡前Inbox zero 就是Email會清空 那就可以好好的睡八個小時 那在醒來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一些新的靈感 或者一些想法 有17位朋友問說 但是現在大環境的求持 還是很看重學歷 認為要多久這個氛圍才會改變 或者是不會改變呢 如果大學成績沒有很漂亮的人 要怎麼樣替自己尋找目標跟出路 我覺得大環境看重學歷 當然是因為就是像剛剛講 用作品級來定義自己 還不是一個就是所有人都很清楚 要怎麼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當時在設計新課綱的時候 因為有學習歷程嘛 那就是希望大家都越來越用學習的歷程 至少有50%的權重來定義自己 那這個是我覺得隨著時間過去 大家就會慢慢養成的一個習慣了 那但是如果現在大家都還沒有習慣 而只有你有這個習慣的話 那你就是超級部署啊 之後在這個就是 不管求職或者是創業的時候 都有優勢嘛 所以我覺得怎麼樣講 先用作品級來定義自己的這個習慣 總是比較好的 像我們自己就是在院本部 我們每年都有30個 藉由青年發展署 就是教育部青年署來的見習生 那這些見習生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不只是在台灣 而也可能像之前有見習生在加拿大 那反正兩個月的時間 那就是你找到你最看不順眼的公部門的服務 然後把它改得更好 那就是兩個月的見習的過程 那所以我們這個叫做 RESCUE ACTION BY YOUTH 簡稱RAIL 就是由年輕人來拯救這個LANTOLE的公部門的網站 那所以我覺得這是蠻不錯的 因為在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大部分的青年朋友們 因為並沒有在哪裡覺得 就是怎麼樣子才是百分之百對的一個做法 所以不管是在就是使用者的訪談上面啊 或者是議題的定義上面啊等等啊 都能夠就是參考到各種不同厲害關係的想法 不會覺得自己就是想到的就是對的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在這一屆他們對台灣就業通啊 金融市政府社會局啊 青年署的官網啊 勞工保險啊 施力聯合醫院啊等等啊 都做了非常多的改造 那所以這些朋友們就是之後 他就可以直接在他的履歷上面就可以直接說 這個我有長達60天的時間 在整個唐豐的辦公室工作 然後就可以看到他們都寫了一些 就是感覺上就相當的夢幻的一些post 對那所以那這些我想對於就是之後他們 不管要去做什麼事情 即使跟EYUX沒有關係 那至少這種願意主動發掘問題解決問題 而且如果剛好面試他的人就是台中市民 或者是就是在就是北一掛掛號 或怎麼樣他就可以說 你用的這個界面就是當年我做的 那這樣子顯然就是非常的有舒服力 所以我會覺得說就是具體的透過這樣子的方式來參與 我想青年署現在有超過100種這種參與的方法 他們現在把它叫做我流 我就是你我他的我流 就是流動的流 那也很歡迎大家就是多了解青年署的這些服務 有20位朋友問說不平凡的人會不會覺得自己不平凡 我想大家都會覺得自己不平凡吧 如果覺得自己很平凡這個是應該比較少的狀況 因為這是一個大家每一個人都可以自己去找自己想要做什麼題目的這個時代 所以大概已經很少說一個人他的人生的志願就是一輩子讓別人幫你安排 我大概不會這樣 總是到某一個時候你就會覺醒了 就會就會開始覺察到說有一些自己真的感興趣的事情 真的想做的事情等等 當然每一個人他就是覺得說那我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去自發探索的時間可能不一樣 那有些人是很小的時候 有些人是拿到博士學位以後 有些人是所謂出社會之後等等 那反正每個人的時間都是不同的 但是我覺得醫生中總是會到某一個時候覺得說 那我就是照著別人給我的這個路程表走到這邊已經差不多了 我接下來要開始去畫自己的這個路程表 那這個時候就是開始會覺得自己不平凡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在吸送平常也沒有的事情 應該都是或早或晚的時間而已 所以也不是有什麼這個需要大驚小怪的 那有十九位朋友跟一位誰住在深海的大鳳梨裡 想要問說這個要如何面對失敗 面對失敗的方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什麼接受它處理它跟放下它 對不對 這裡有個標準答案 那你要怎麼面對它 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要用一個讓別人知道說 你很有能力處理你搞砸的部分的那種態度來面對 那舉例來講 像在國際上面大家都會問說 那這個口罩實名制啊 口罩地圖啊 跟公民共同創造啊等等啊 是不是很厲害很完美啊 那我就常常說 其實我幾乎都會說 只是人家記者最後寫不寫出來 另外一回事 我通常都會說 說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在二月六號一開始上線的時候 有很多的鑰匙朋友 因為他是用發號碼牌的方式 所以其實不是他每一個人拿健保卡來買口罩 他就刷健保卡 而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完美 就是你只要看地圖就可以知道哪邊有口罩 哪邊沒有口罩 事實上當時還有一些鑰匙 因為發號碼牌沒有辦法即時反映出庫存的關係 所以甚至在他的門口就是寫說不要相信App 那然後我們在當時的很多快樂地圖 像江明總的那個地圖 上面就有一個鑰匙的回饋的一個表單 也是非常多人 是非常的就是富能量 充滿了富能量 就是覺得說我們做這個地圖 反而帶給這些發號碼牌 這些鑰匙麻煩等等 那所以在當時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是我們的問題 不是鑰匙的問題 那我們沒有想到這個狀況 然後一個禮拜之內 當時我就跟鑰匙聯合會說 那我們是不是再加上就是營業的時間 然後以及實際拿口罩的時間 這兩個欄位 那再又過了一段時間 我們就跟健保守朋友們討論說 是不是讓鑰匙可以按一個鍵 就直接從地圖上消失等等 那每一部分都沒有立刻改到完美 但是至少就是所有反應的鑰匙 都了解到說 最多你等到下個禮拜四 這個系統就會更新 更新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 但至少第一個我們承認 這是我們的問題 不是鑰匙的問題 那第二個是說 那我們可以在每次的分析裡面 又再往 就是讓鑰匙更方便 更節省他們時間一點點 所以之後過了三四個禮拜之後 慢慢這個系統 就進入一個穩定的狀態 那但是如果我們一開始 沒有真的面對失敗 反而這個東西 會承怒去說這都是 要是不尊重這個 什麼使用手冊 什麼之類的嗎 那大概當時就已經砸過了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還是 就是去把這些負能量 這些會炒的 不一定立刻就有糖吃了 但是一起搖到廚房裡面一起炒糖吃 就是把口部的炒變成火部的炒 大概這樣子就可以去畫對方的悲憤 作為力量 有試教會朋友們問說 有個笑臉的朋友問說 為什麼這個台灣遭遇是從學術方面開始 而不是生活方面開始 一堆小孩只會讀書跟玩 長大之後就變成了一個廢物了 那不過我想玩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那所以我想尤其是在小學一二年級的生活課程裡面 現在其實就不像我當年念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 還要分成什麼什麼美勞啊 什麼什麼音樂啊 什麼之類的 而是說就是讓小孩玩 然後玩的過程裡面去找到他自己的創作的一些可能性 所以我當然覺得說 學術跟生活 我的學術跟藝術 都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現在新科綱也真的已經去改了 可以歡迎看我們生活課程的這個領域綱要 那所以這件事情上面我是覺得讀書跟玩跟怎麼照顧自己 然後怎麼樣子去在一個互動的群體裡面去照顧到大家的感受 或者是創造出功能的價值等等 這些都是在老師不特別要教什麼的那種生活課程裡面 是特別可以教到的 所以如果你對我們的這個新的生理國家課堂的生活部分 還有什麼這個具體的建議的話 也歡迎您就是在國家院的平台上面讓我們知道 有22位朋友們問唐豐 後類別是什麼意思呢 可不可以給少數的同志族群一點鼓勵 也給剛才男友帥的我一點鼓勵 哭哭臉謝謝笑臉 那所以你看就是可見這個gratitude 就是說謝謝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只要對什麼東西感恩 只要說謝謝就可以瞬間把哭臉變成笑臉 所以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有轉換能力的這樣子一個情緒 對那所以就是多說謝謝就是絕對沒有錯 好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所謂的後類別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會特別覺得說好像我一定要在人群之中去挑一個標籤來描述自己 至於變成只有貼這個標籤的人跟我才是同一邊的 而其他人都跟我不一樣 那我是沒有這種想法 那相信大家可能知道說 我有經過兩次青春期 所以我不會覺得說在場有一半跟我不一樣 我會覺得在場所有人都不一樣 不是就是大家都是homo sapiens 就是都是智人 那同樣都是或在國際上面 我也不會覺得說好像就是膚色 或者是五官看起來跟我有點不一樣就不一樣 我就會覺得說大家都是路西子孫 其實嚴格來講路西還不是現在智人 那就差不多東非那一段 那是因為我有去Usobia 實際上有去路西的紀念館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在腦裡不要有一種好像去把所有人分成 就是非我族類跟是我族類這兩組 那這樣子就可以達到一個後類別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就算在好像性情上上面你是少數 但是也要想說在很多別的事情上面 說不定你是多數啊 好比像說我小的時候都是用左手寫字 說不定你是用右手寫字 這樣的就是在多數 所以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少數的情況跟多數的情況 如果能夠用自己的少數的情況去同理其他人 在你多數的情況的時候的少數情況的感受的話 那這個就叫intersectionality 就是多元交織性 那只要有這個多元交織性 其實就可以去幫助那些狀況比你還弱時的朋友 而且也可以再多給他們一點鼓勵 那當你有能力去被別人鼓勵的時候 那你的心情就會更好的 這個是真的 不是開玩笑 有二十歲的朋友想要問說 當已經融為M型的社會 而且教育也隨之M型化 以大學的就學情況為例 呈現上一號頂大少寒門私校多弱勢 下一號的現象 學校的教育導致社會階層不斷的再治 請問要如何看待還能難出位子的這個問題 以及可能解決的一些方式 非常好的問題 當然就是說 如果我們真的能夠做到說 所謂的網路取代馬路 然後去確保說 就是線上的開放的這些教育資源 在任何的學科 而不是只是我當年的計算語言學 這些學科上面 就是任何人的起跑點都是一樣的 那這樣的話自然也就比較不會出現 就是你要在頂大才能夠去接觸到頂大的課程的這件事情 那像我自己有很多的學習 都是在康奈爾大學的ARXIV Archive.org 或者是Internet Archive 或者是在線上 像當然後來有維基百科 但是本來就有很多的朋友 即使他是在所謂頂尖的大學 但是他也願意透過像MIT OpenCourseWare等等的方式 去分享他們上課的過程 而且也如果你對這個老師的交参想法 有什麼意見的話 那你只要各自網路寫一封Email給他 他就很願意開始跟你進行討論 那這些事情我是覺得 最主要的還不是網路夠不夠快 或者你有沒有連線的設備 尤其在台灣 這應該不是一個問題 而是說就是在比較 學習資源比較沒有那麼豐富的一些家庭裡面 的小孩到底要怎麼知道說存在這些學習資源 那當然我們知道教育部有一些計劃 像數位學班大學班大小學班的這個方式 主要也不是真的要教小學班什麼 而是要引導小學班說在網路上面有怎麼樣的一些教育資源可以去運用 所以我是覺得說它可能解決方法兩個 一個就是說像剛剛講的 就是在所謂的零件大學的朋友 更加去擁抱OpenCourseWare 這種就是開放OpenAccess的這樣子一種運動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就盡量去讓我們 接觸到最新的研究的知識的這個門檻 能夠降低 那二方面就是去陪利這些 就是本來不知道有這些資源的朋友們 那盡可能早的讓他們知道這些資源要怎麼樣去運用 那這個在台灣有很長期的數位機會中心啊 文件站啊 學辦啊 等等的這些計劃 那這些計劃 最近又多了一筆錢 因為5G的這個標金嘛 那裡面多了很多的一筆錢 我們現在就是用一種所謂越偏向越先進的一種方式 就是會在接下來去充分的運用5G的這些 就是各大這些 他摔來的去 特別是在4G的這些區域 或者貌心的這些區域 實際上運用不太多的這些地方 率先的去在教育上面 然後以及當然健康上面 這兩件事情上去加以補強 大概是我們解決的一種方法 有二十二朋友問說 像請問這件事情是不是成立哦 打台灣的話 所有中國的科技產業都要化掉哦 因為台灣佔全球半導體百分之二十八的市占率 不只是中國全球都要化掉 更可怕的是 全國都只有晶片設計而沒有晶片製造 台灣的晶片製造更是超過百分之六十 美國日本等等國家是不可能讓中國去控制台灣的哦 那當然就是 這裡還是要看所謂打台灣是什麼意思啊 這邊講的是 就是就是所有的飛彈都射過來 然後就就是島上就不留人哦 對這種打法 那這種打法當然是瘋狂的 大概人家也不會這樣子做 因為確實就如同這邊所想 那但是一般看國際戰略的分析 都是說其實PRC主要的劇本 並不是就是那種就是小粉紅 很喜歡用的流到不留人的那種講法 事實上從來沒有在他們的考慮裡面 他們主要的考慮還是去進行就是認識空間作戰嘛 去在國際上面營造出一種氛圍 就是說明明是侵略的 但是要講成重新團聚 reunification 這個最近呢 不是最近 事實上今天啊 才有一個德國記者 在跟我的訪問裡面用到這個字 那我就說 你說reunification 表示之前PRC有unify過 可不可以告訴我是哪一年啊 那還想一想說沒有好像沒有發生過事情啊 那所以就說這關窗式re這個字啊 就是認識空間作戰的一部分 那所以他們的劇本一直都是說 那大家都進入那個認識空間作戰的狀態裡面 然後就好像那個所謂熟透的國字一樣 大家都覺得說這是什麼這個天命啊 什麼不可唯一的大師啊 什麼之類的啊 那就自然而然的啊 就就是 在所謂公信為上嘛 然後就就完全就是 自願的就就合併了啊 那這個當然是他們主要的劇本 那所以 其實上就算是兩年多前 在台灣覺得說這個劇本 好像會找這個劇本走的人 也不在少數 那確實是因為 我們不管是在就是看到相當的例子 或者是我們在就是看到之前就是有所謂的認識作戰的這回事情 然後大家很花了很多的時間去不管是做試試查核 或者是去做即時的這種訊息的澄清啊 或者像在防疫的時候 然後大家這種同舟與命的感覺 確實在這一兩年過了之後 好像這種劇本成真的機率開始下降了 但是以我的理解這還是 從PSC角度來看幾乎唯一可行的一個劇本 所以這個劇本會一直換各種各樣的面貌回來 並不是說在這一兩年擋住了就是擋住了 那大家還是就是要一直了解到這件事情的存在 有二四位朋友們問說 學校都是富二代 那我家裡低瘦的話應該要怎麼適應 哭臉哭臉 對 那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子 就是說 重點不是在你擁有的比別人多或少 而是說你能夠分享的比起別人多或少 而且分享的部分 如果你有你自己的一個特色的話 那你能夠分享的部分 就不是任何別人可以給的出來的 那這樣子也就沒有什麼好比較的 而是變成是在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有一個很獨特的角度 那你可以分享出一些別人沒有看到的這個角度的東西 那所以還是要 剛剛講的自發互動不好 還是自發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找到一個你獨特的看事情的角度 可以給出貢心的角度 從那個之後大概就比較不會有那種好像 擁有很多或少互相比較的這個問題 大概是這樣 有一位可愛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這個應該是火箭隊的成員 跟22位朋友問說 我在政治上面經常是說 永續發展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可不可以很詳盡地來解釋永續發展 還有就是說永續發展為什麼是我所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當然因為時間的關係好像只剩10分鐘 不太可能去開那種三天的研討會來講永續發展 不過永續發展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一張圖來表示 就是說我們在以前在發展的時候 常常都會覺得說 如果你要有經濟的發展的話 那勢力會犧牲一些環境 要保護環境的話需要犧牲一些經濟 或者是說你如果要追求尖端的科技的創新的話 那勢力就會有部分人先使用 那這樣子的話 其他人就是能等捐滴效應 那所以就是社會的公平性就會受到威脅 那你如果要很在意社會的平等的話 那就很難去做這種新的創新等等 就是充滿了這種零和的這種想法 那但是永續發展這兩個字合在一起講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有這樣子的想法 就是永續的意思當然就是說 我們在登出這個世界的時候 要讓世界的狀況比我們登入這個世界的時候好 那這個是大家一般來講 都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的一個價值 那只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這一代的人也有自己想要發展的事情 所以發展的時候 就是偶爾不小心就會犧牲到後代子孫 包含碳排放、咒陽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如果現在是把發展的 就是不要看成是純經濟的 我們可以去說我們專門去發展一些 好比像說剛剛講到的去用能夠固碳的一些物質 去做就是吸管 而不是用塑膠來做吸管 或者是說甚至自己在這個穿衣服的時候 也可以用一些創新的方法 好沒有我現在身上這一件衣服 它應該是叫做Ecotec 就是用咖啡渣跟回收的飽特瓶做出來的 但是非常的飽暖 那所以就是在十一住行裡面 大概都可以去追求這個高附加價值的經濟 但是在過程裡面 確實能夠就是不管是對碳循環也好 對於水循環或者是其他的環境上面的這些生態圈 就是你製造的越多不是破壞的越多 反而是保護的越多 或者是越能夠確保這個生態圈的繁榮 那在這個社會的發展上面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在發展城市的時候 也可以去考慮說我們越發展這個城市 那未來各種不同氣候的狀態出現的時候 我們是調適的能力越強 而不是調適的能力越弱等等 所以大概在這裡面 就是聯合國把它分成十七個不同的類別 有去發展目標 那大概目的就是希望說 大家不管在發展哪個的時候都可以了解到 你追著其中一個另外十六個都是幫你的忙 而不是跟你打對台的 那這個在中間最重要就是 因為我是數位政委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中間第十七個 就是我們透過數位技術 我們就可以確保說 就是每一方都可以給其他各方一個交代 就是所謂的accountability 能夠給得出交代 那十七點十七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乍看之下沒有辦法跟你互相合作的單位 不管它本來是看起來盈利的 非盈利的政府組織等等 都可以因為這個共同的目標而互相合作 而且互相合作 釋出一些方法 像剛才講的台灣Model之後 我們就可以很公開地去告訴全世界 說我們釋出一個新的方法了 你知道照著這個方法做 那你也可以不用犧牲一邊 就可以達到兩邊共同的 不管是經濟跟人權 或者是創新的平等等等的 這種價值的照顧 那所以這些大概就是 我們做就是數位的人 可以去幫助各種不同朋友 在做發展的時候 兼顧到永續 在做永續的時候 也了解到說 這也是發展的一個機會 大概是這樣子 有二十多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當初把政府實習或者振興清營器 發了一千八百的消費券 被罵翻沒有什麼用 那今年蔡政府發三倍券 是不是五十步校百步的概念 好奇政府是怎麼評估這個措施可行 刺激消費所達到的效果會多好 是不是只能年尾才要知道 那首先當然應該不是五十步校百步了 以我的理解 我們並沒有去取消消費券 事實上我們是從消費券的經驗裡面 學習到很多 比如說當年因為我還在創業 所以我有去領消費券 但是我忘記花 然後等到我要花消費券的時候 就已經過期了 那所以就是顯然對這個促進經濟成長 好像沒有太大的幫助 那所以今年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就是你如果自己掏出一千塊的話 是絕對不會忘記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們就是用一個 就是比較誘因的機制 去確保說不是只有政府出錢 你也出一點錢 那而且因為你有出一千塊 這個變成一個baseline 所以呢不管是全家或者7 就可以加到四倍嘛 那有些商圈加到五倍 十倍 甚至二十倍都有人喊出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比較容易去調動整個社會 因為我們的目的其實是一個社會目的 就是在疫情的過程裡面 大家都比較不出門消費 電商賺了不少錢 那但是呢我們會希望說 那是在疫情期間被影響最大的這些朋友 大家可以出門 然後去跟他說 你辛苦了這樣子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目的其實不完全是充 GDP 雖然 GDP 事實上也有充起來 第三季變成正的 小費指數變正的 而是去重新調整一下大家在疫情中 像我在整個疫情最嚴峻的階段 都是用無接觸取餐 無接觸取餐 我連外送圓的臉都沒有看到 那也不知道他們的就是工作環境怎麼樣 那而且我比較喜歡的那個叫做 呼呼送圓不到條 但anyway 對不起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人跟人之間的那個 互相支持的感覺 就少了非常多 那所以其實 三分圈的另外一個目的就是 為什麼我們是雖然說 刷卡真的可以換現金 你刷三千到最後可以提兩千新品出來 但是就必須要出門消費 出門刷卡 主要的原因是這樣子 所以我想這個效果的評估 尤其是對於消費者的信心指數 或是對於第三季的 GDP 等等 其實這些數字慢慢都已經出來了 確實是已經有一些成效 那但是我們從當年的消費圈裡面 學到很多 我是絕對沒有取笑當年的消費圈的意思 事實上很多規劃的朋友 他之前就是參與規劃消費圈的朋友 這些專業的長遠的文官 那所以我想任何政策都是延續的 並沒有什麼取笑的這個概念 那有一個臨時動議說 他想要被頂上去了 那我們就讓你被頂上去 雖然你被頂上去了 我也不知道你要為什麼 所以這麼多清探法 也沒有什麼實實的效用 但是至少有心願滿足的 是這樣子講 有二十三位朋友問說 這個對於未來 一定要 是不是一定要 現在就不迷惘 其實未必 就是這位朋友是說 仍然有些迷惘 不知道未來應該做怎麼樣的工作 但是其實也有一些朋友 他的工作就是 持續跟迷惘相處 持續跟迷惘對話 那通常我們把它叫哲學家 那但是就是 當然不一定是哲學家 你也可以是應用哲學 如果你是一個諮商心理師的話 你大部分時間 也是在跟迷惘相處 不過是別人很迷惘 所以還不在意思是說 跟迷惘相處並沒有什麼不好 並不需要 立刻就覺得說 你一定要學以智用 你跟迷惘相處的越久 你越會發現說 這個迷惘裡面 有一些東西是可以教你的 因為你在迷惘狀態的時候 你比較能夠去傾聽別人 比較能夠去了解別人 比較不會有一種成見 好像說這個別人都是 就是我已經想得很清楚 我要做這件事情 別人只是工具 比較不會有這種想法 一個人在迷惘的時候 但是特別開放 然後也比較柔軟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保持在迷惘狀態裡面久一點 不是一件壞事 不一定要急著 把自己定義到一個工作裡 甚至你如果找到一個day job 找到一個工作的話 你還是可以繼續保持 這種迷惘的態度 那之後就很可能 就是你的原創的思考 就是從這種迷惘的感覺裡面出現 好 有23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有沒有推薦大家一定要讀的書 我完全沒有 但是如果問說 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書的話 那就是盟典 但盟典其實不是一本書 是好幾本 包含這個聰明博語詞典 台語、科語、法語、英語、德語、阿美語 還有藏語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我想字典 字典是非常重要 但是你要讀哪一本字典 有21位朋友們問說 為什麼你的一方圈抽不到 那很可能因為你跟我一樣 身分證的為數是一或二或六 那所以就是會抽不到 我也抽不到 那所以有時候事情就是這樣子 那有19位朋友們問說 對來說大學教育是什麼 現在有越來越多特殊選擇的方式 開放實驗教育 學生要自律測驗之外的方式 進入大學 但是現在大學裡面 還是有非常多體質的限制 包括必修課程 學分數的限制 因此實驗高校也在進行 開始浮出水面 想問你對於現今大學教育 有什麼建議 對於實驗高校的想像是神保 對我來講實驗高校 大概就是去試驗說 有沒有可能跨地域 然後跨學術領域 然後跨世代來進行學習 那因為我們現在如果要看 體制內高校的辦學的話 絕大部分還是受到這三個的限制 那我們如果能夠把這三個加以挑戰 好比想說 之前我就跟一個實驗高校的學習團 叫Minerva 他們就是每個學習都跑到一個不同的城市 直接用那個城市來當做它的校區 它完全沒有校區可言 那它主要的討論都是在線上 透過他們自己寫的 叫做Foreign的一套軟體來進行討論 所以當他們去拜訪總統的時候 其實只有派一個代表去拜訪總統 那所有其他人都在網路上面 那總統就一秒鐘變回了教授 然後就開始跟他們進行知識上的交流 那也完全沒有就是傳統上面的受到 說一定要年齡類似的人 或者是領域類似的人 事實上也沒有什麼領域的概念 那或者是在同一個地方的人 才能夠一起學習的這件事情 所以具體來講 我是覺得傳統上面不會把它想成高教機構的 好比像說美術館啊 博物館啊 一些地方的文史工作室啊 什麼之類的 只要它確保說它有能夠給得出學位的 給得出學成的這種能量 它不一定要是非常開非常多種課 它可以就專門做一件事情 但是發一個學位 那這樣子的一種做法 我覺得也是挑戰我們傳統上面 覺得說一所大學就是要大嗎 那但是不是啊 它就是高等教育 它專門做這樣子一個題目 而且它還可以跟其他的類似的機構串聯起來 去做類似像我們在前面的階段 就是國家階段的實驗教育 已經有做的跨機構串聯的這些系統 那我覺得也可以在實驗高教裡面試試看 那任何實驗都不一定成功嘛 所以不成功的部分 那現有體制內的高教就可以知道說 太早這樣做沒有什麼好處 但是如果做出來真的不錯的話 那體制裡面的高教也是可以參考這件事情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因為時間到了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Can you speak in English as fast as you speak in Chinese Yes 好 那所以大概就要回答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